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月29号星期二 大家好 今天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周四与刘鹤会晤 我们都知道刘鹤近期已经到了美国了 要跟美国展开 他是算是中国贸易代表团的领军人物 我之前也说过刘鹤现在实际上在做的是国务院总理的工作 李克强几乎就是说被架空了成了机箱物 那么刘鹤这次带团前来 本来就是说应该是跟莱特希尔 跟莱克希泽 摩鲁钦 罗斯他们见面谈谈 他们算是平级的 本来来讲他是没有资格见川普的 但是今天白宫突然宣布 川普现在周四与刘鹤会面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中美贸易谈判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从积极的方面看 咱先从正的方面看 一会我再从反的方面分析一下 先从正的方面看 就是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之前我就说的第五楼团判在中国的时候 我就说就是说大的方向上实际上已经谈妥了 再搞的是一些具体的细节 就是为什么双方来了那么多人 美国来了几十个 中国来了一百多号 对不对 搞了两天还没谈完 谈了第三天 但这次来也是这样子 但是大方向由谁来定 肯定就是要由什么习近平和川普 刘鹤这些人来定 对吧 川普既然同意要见刘鹤 川普也是属于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这种人 对吧 他能够见刘鹤 就说明了对目前谈判的进展来讲 川普还得是满意的 这是一个底线 如果川普不满意的话 川普也不是不满意 还能给你装效点的人 对不对 川普不满意 不发推骂你都不错 对不对 比较实在了 说明他还是满意的 他已经决定要见刘鹤了 那么财政部的部长 莫努青今天也表示 他说目前的谈判 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双方正在努力解决 复杂的问题 复杂的问题 就是结构性方面的 但是你会发现 他的口气不一样 对不对 之前他说取得的进步 但是没有重大进展 对吧 之前美国的媒体的报道 说取得重大进展之后 他还出来了 抨击 说你们别瞎说 但是当时我就说 我说美国这些媒体 他们没有消息 不会瞎说的 对不对 他们既然这么说了 就有他的道理 但是因为他就 指名道姓的说 那他就必须指名道姓的 那那人就出来 给你回敬一下 对不对 他当时说 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只是取得了一些进步 对吧 现在来讲 他的口风又变了 刘鹤要来了 然后川普也要见刘鹤了 他的口风又变了 他说 他又承认了 之前美国媒体的报道 是吧 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是他还是要强调 双方正在努力解决 复杂的问题 那么昨天 中共的央行 也有了一个公告 公告说什么 说美国标普公司 就标普普尔 获准进入中国市场 展开信用评级业务 这实际上 就是说某种程度上 在打开我们的金融市场 允许美国的这些 金融评级公司 反正一些金融公司 就陆续进来 对吧 这实际上来讲 这个就已经可以认为 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 因为之前这种公司 是不允许进入中国的 对吧 现在能让他进来的话 多多少少你要承认 就是说有所松动 是吧 这也算贸易战的一个进展 对吧 我想这个也是 就是说川普乐于看到的 因为之前 我们也说 从美国方面来讲 他实际上也不光是说 要卖给你多少的产品 你要花多少的钱 买多少的东西 他有的时候 他是希望你能够 开放你的金融市场 有所松动 让一些原先不允许进入中国的公司 能够进入中国公司 这才是美国这一次 中美贸易战和中美贸易谈判的 一个核心的争议 可能也就是某种青说的 就是这种复杂的问题 这种结构性的调整 从这也能看出来 中共也算是给给你一些甜头 不能说铁板一块 对吧 最少允许标普进去了 当然这是从正的方向来看 我们再看看反方向 反方向是什么 是这样子 刘鹤呢 这个1月28号昨天 说这个刘鹤 也就是说 美国司法部开机软软软会 说这个要正式引渡孟晚舟 起诉华为 及华为附属公司的时候 当时刘鹤还没有到美国 有人说刘鹤已经到美国了 实际上不是 当时刘鹤还在飞机上 还在飞机上 正往美国飞了 然后有人就说 刘鹤听了这消息 为什么不吊转机头就飞回去呢 还是从此就能看出来 中共这方面 对这一次人为贸易谈判 还是比较希望坛成的 实际上 在28号 在昨天 美国这么干 就有一点 从面子上来 不太好看 对中共来讲 对吧 这要是以前中国经济好的时候 刘鹤可能直约吊转飞机 就不跟你谈 也回去了 是不是 但是刘鹤 忍辱负重的 还是来了 对吧 那当然了 刚刚我们就说 说现在海外自媒体 就是说是一个 就是说一言堂 海外自媒体 现在就是说 是不允许任何的 有意义的声音 谁有意义声音 就打击谁 就说谁 是五毛蓝金黄了 海外自媒体 现在要统一口径 统一一个什么口径 就是说孟晚舟事件 引动部引动孟晚舟 跟中美谈判的 没有关系 谁敢说有关系 谁就是什么汉奸走狗 卖国贼 谁就是大外宣 蓝金黄 对吧 好 我刚刚说的 就是说 好 海外自媒体 可以统一口径 但是孟晚舟相信吗 孟晚舟肯定不相信 对不对 那刘鹤相信吗 刘鹤也肯定不相信 刘鹤他妈 昨天在飞机上 一看这 他就觉得你这个 就跟这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 现在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海外自媒体 这帮 我不知道咱们 这算是一帮什么人 就是咱们相信 孟晚舟案件 跟中美冒农战 没关系 然后咱们这些 吃瓜群众的 也必须得相信 不相信你就是 这个大外宣了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重要人物都他妈不相信 刘鹤也不相信 孟晚舟也不这么认为 习近平也不这么认为 连他们川普 都不这么认为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海外的自媒体 一定要这么认为 这样吧 就是说 习近平你是五毛 你大外宣 刘鹤大外 川普大外宣 我不明白这怎么回事 他们相信可能是因为 昨天记者招待会上 美国的是谁 在记者招待会上 没关系 没关系 有关系的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 我相信刘鹤肯定不这么讲 刘鹤是觉得有关系 所以刘鹤来了 现在心情肯定是不好 中方心情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白宫宣布 川普要见刘鹤 也是安抚他一下 给刘鹤一个面子 让他能够好受一点 从此你也能看出 昨天司法部说了 要正式引渡华为 刘鹤没有调转低头走 这说明了中方 想把这中央旺盘谈成 忍辱付诸 那么美方一看 刘鹤来了 面子给足了 没走 还挺感动 对 也挺感动的 川普一赶快说 我要见刘鹤 上一次 在中国的第五次贸易谈判 刘鹤可以不出席的 但是在接近尾声的时候 刘鹤出席了 虽然刘鹤没说什么 刘鹤来就说 大家辛苦了 谈得非常好 感谢大家 同志们辛苦就说了 但是这个就表示出来 刘鹤对这个非常重视 而且对这个进程比较满意 这一次川普见刘鹤 真能谈什么 我不认为能谈什么 最多也就是 大家高高兴兴的 一块高兴来 握个手 张我照片 在他们俩 开完了之后 能不能有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 能不能说什么的 我不太认为 为什么呢 因为刘鹤这个人 还是比较小心的 他不会僭越的 这种时候如果刘鹤 跟川普见了面 俩人特别高兴 然后开个记者招待会 说怎么着 怎么着的话 就把这个活应该是习近平干的 刘鹤如果干这个事 习近平就不高兴了 因为露脸 应该是习近平 你不能刘鹤来露脸 所以就即使后面有新闻发布会的话 刘鹤也会尽量小心低调 就即使谈成了 他也要把露脸的功劳 都留给习近平 对吧 我们也说了习近平已经邀请了川普二月底访华 白宫也已经说了 二月底的时候 川普和金正恩会川金会第二次会谈 我们当时也说了 很有可能就在二月底 可能就是反正也过去一趟 都比较近 就一块就都把这事都办了 就完了 对吧 真正露脸肯定留给习近平 所以刘鹤是不能说露脸 但是就跟刘鹤上一次出来了之后 慰问一下大家一样 川普的这一次慰问也是有一个象征意义 就是说你辛苦了 大家也来了 我见见你 就是这样 从此我觉得我们来分析 就是说既是从反方向分析的话 也是说明了美国和中国都希望这次中央贸易战的谈成 所以美方为什么一再的强调 说孟晚舟案件跟中央贸易战没有关系 其实我还是我相信他们说的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说查华为查孟晚舟 真正开始是从2007年就已经开始了 那时候川普还没当美国总统 对 很多的事情都是前任司法部部长在搞的 但是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司法程序 那么川普现在想愣 就是说给他一个烧鸡大窝窝给他窝过来 你知道吗 这个司法部还不干 司法部的副部长宁愿以辞职为代价 就我不干了 也不伺候你了为代价 而公开发言为代价 就一定要跟川普的声怼 在这种情况之下 川普也不想就跟他们正面闹翻 因为我已经说了对吧 这边民主党天天早上要弹劾 是吧 所以也没办法 所以目前这个情况 我认为这就是川普在释放了一个善意 他希望习近平能够理解 就是目前在推动孟晚舟案件和对华为这个案件的司法进程的情况之下 跟我川普其实关系不大 这是前面塞森斯老流氓 不能这么说 反正你不是川普这个人也在这 川普就是跟谁一闹翻了也是骂了特别难听 你知道吗 他前面说班农不就说吗 说班农在丢掉工作那一天 不光丢掉了工作 连他脑子都丢了 川普也是骂人 骂的也是特别狠 川普的意思就告诉你们 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都是以前塞森斯那哥们搞的 你知道吗 你们不要算在我头上 希望习近平一定要搞明白 之前我也说川普是很聪明 他能明白现在有一些人在里面挑拨离间 希望中美继续打下去 甚至像索勒斯那种观点 就觉得最好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同归一尽 一起死了才好 你知道吗 但是川普就是说他是很聪明 他明白这个道理 他现在担心习近平有点笨 这个担心是有情可原的 因为习近平真的笨 我现在也担心习近平 你知道吧 没有办法 你知道吧 因为那哥们真的是不太聪明 所以我觉得川普通过这一些举动 就是说充足的在释放善意 希望习近平能够明白 这个事件 现在老兄伯是爱莫能助 实在没办法 你们不要把这个事都送到我头上来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我的一个分析 就正反两个方面 这么一个分析 那么后面会不会真实的情况 会不会这样 很快我们就会有结果 因为无论如何到3月1号 到2月底3月初的时候都要有个结果 对吧 川普去了北朝鲜 实际上我当时也说的 就是说中美贸易谈判和中韩的谈判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不对 我就说如果中美贸易谈不好的话 川金会也谈不好 对不对 对 三方其实都是利益挂钩的 当然了咱们海外的自媒体 不许这么说 都说这些事都是个别事件 你不要往一块参合 对不对 好吧 恭喜大家好不好 咱们不能相信习近平 不能相信刘鹤 不能相信孟晚舟 也不能相信川普 我们只能相信我们海外这些牛逼的自媒体们 是吧 好吧 今天剪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